虐童案件现在是持续的发酵 微服部两度的召开专案的会议之后 下个礼拜一他们到立法院进行专题报告 现在这个报告是已经送到了魏怀委员的手上 但是通篇的七页报告里头只有短短的两页 是关于虐童的案件检讨 好 述连民长立委都说了 整篇报告里头完全没有针对问题来做厘清 对此 微服部现在也回应了 现在已经把这个报告完整的呈现 而且也会检讨里头的内容 也接受各方的指教 额头的淤青 这无声的求救警铃 下一次能不能被准确接收到 事后的一些究责 那可能也是免不了 这话听着已经准备好 面对下周一立法院针对虐童案的专案报告 而内容也提前送进立法院 就是这本报告摊开看一看 通篇只有七页 先是花了五页详细论述 针对社会安全网的推动 翻到最后才看见虐童案的检讨说明 列出的这九大点 包含收出养的评估 安置服务 媒合机构访试等等 都是先前微服部两度召开的 专案会议结论 不只卫服部要补救 15号也找来双北一起讨论 到底这侵略同案是哪一段出了错 还要北市十天内交检讨报告 中央的确是有提出要求 包括双北以及二福联盟提出的报告 我想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 提出了七加一的守护方案 所以这些我想我们都会将报告提供给中央 一早公开行程 蒋万安面对虐童案 谨慎应对后 却突然取消下午的行程 或许现在感知报告来交代清楚 比任何事都重要 华新闻刘静 彭冠玲 主持访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